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第九題 他說用012345678 這樣等九個數字 要做三個相異數字 要選三個相異數字 其中九個裡面的三個 而且它都不一樣的 那改成三位數 問你說至少有一個基數數字的有幾個 那最少有一個基數數字 可能這三位數它有一個基數 有可能兩個 可能三個 那比較快的方法就用什麼 全部減掉都是偶數的 所以用全部去扣掉 全部三個數字都是偶數的 那一個全部有多少呢 比如說一個三位數 那前面的唯有0 不行 所以它0123到8 哪有幾個可以選 八個 那八個選掉了一個 剩下幾個 八個 所以第二個數字有八個可以選 因為它沒有限制的 再剩下第三個的時候剩幾個 剩七個 所以就全部扣掉 通通是偶數 通通偶數的話 應該有0 2 4 6 5 8 有五個偶數 那第一個可不可以0 所以只有幾個選擇 四個 那你去掉的話 先選了一個 放這裡 那五個去掉一個剩幾個 剩四個 所以這裡就剩下四個可以選 又選了一個又少了一個 第三個剩三個 所以答案呢 這個就是乘起來四個 四十八 但是十六乘以三也是四十八 所以答案B小的就是四百 這樣可以嗎 沒有 可以 好嗎 好嗎 在那裡 會想要